投一派 集中宣布 投一派 抗争 三个人 我们的台湾队长 和未来的台湾队长 还有我们的部队长 一起告诉台湾人民 投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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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总统立委 选前的最后一个夜晚 三党总统候选人的 选前之夜 场合 是挤满了支持民众 民进党赖骚配 及国民党侯兆配 选择在全国最大票仓 新北市 而民众党科无配 选择在总统府前的 凯道大动员 三党候选人 拼热度 拼人气 拼最后谁能入主总候选 还有那么多人决定 1532出 我们一起走到了这里 我也非常谢谢 我在前台湾总统 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们守住了民主 也守住了胜利 谢谢你们的美料 我们亲在心中 蓝瑞白总统选战激烈 三强鼎立局面 让选情讨论度持续火热 两岸议题 台美关系 国内经济 及各阵营端出的政见牛肉 牵动着选举过程中的话题焦点 这其中也包括 原住民族社会最关心的 各政党总统候选人 提出的原民政见 而这一场战火 从选前延续到投票当天 终于有了结果 总统选举的最新的开票情况 我们接下来就请我的选情 民进党赖骚佩在开票时 票数是一路领先 但是国民党侯兆佩紧追在后 到了晚间八点 双方票数差距才逐渐拉开 最终票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得558万6019票 40.05%的得票率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票数 是467万1021票 得票率33.49% 而在蓝绿夹杀下 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拿下369万466票 得票率26.46% 2024总统选举由赖骚佩取得胜利 当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副总统 欢迎台湾未来总统赖清得 欢迎我们二海最终 总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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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欢迎台湾新厚总统赖清得 终于我们一起走到了这里 谢谢你们用无比的勇气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们守住了民主也守住了胜利 这是一个属于台湾的夜晚 我们让台湾继续成为世界的关键制 在这场全球关注的大选 台湾告诉全世界 在民主与威权之间 我们选择站在民主的这一边 这就是这场选战对全世界的意义 大家说对不对 赖清得成功延续民进党的执政 为台湾写下1996年民选总统以来 第一个政党执政超过八年的记录 也为自己写下了参与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台南市长 选举不败的历史 不过我们细看赖清得得票数 与上一届蔡英文817万得票数相比 票数相差了近260万票 而相差的票数明显转向台湾民众党 再从总统票数领先县市图来看 2020年全台22个县市 民进党在16个县市取得领先 国民党仍在铁票仓花莲台东 及新竹苗栗外岛连江金门取得领先 到了2024选举 民进党在14个县市取得领先 国民党则是增加到8个县市 在这样的政治版图变化下 值得注意的是 从三位总统候选人 过去担任两届首长的 直辖市得票数来看 只有赖清德在本命区台南市 有拿下领先的票数 从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这样的一个资料可以显示出 这位候选人都当过 民选的直辖市市长 可是只有赖清德 是在他的台南市票数是超过五成 那那个侯友宜跟柯文哲 他们分别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那却都还是输给了赖清德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也是一个警钟 因为不要忘记在我们上一届 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当时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要跟林佳龙 竞争的时候是差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一次还没有过多久 那这一次总统大选 他不只没有拿到原来的票数 甚至还输给赖清德 其实在这一次的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总统选举领先縣市版图 显示着过去北蓝 南绿的景况已不负载 国民党铁票区花莲台东 在这一次选举中 也因为台湾民众党白色力量的窜起 对蓝绿两党带来威胁 在原乡冲出新的政治势力 台湾民众党柯文哲 在花莲有四个乡 票数高于赖清德 在台东原乡地区有五个乡镇 海登乡 烟平乡 金峰乡 达仁乡 及蓝宇乡 柯文哲票数高于赖清德 青年成为柯文哲赢得选票的关键选民 这一次一个比较大的变移 是因为民众党柯文哲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他在整个选举的过程 的结构性就产生了一些 不太一样的影响 就除了蓝绿对决之外 还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柯P在一些 政见的提出也好 或者是说在一些 可能在新媒体上面的宣传 可能真的比较能抓住 年轻人的胃口 然而撒卡都的选战 却没有随着选举结束而落幕 因为总统选举 最后即使是民进党赖清德胜出 但结算区域立委席次及政党票 选前预估的三党不过半成了定局 民进党赢了总统大选 国民党成了国会最大党 台湾民众党成为关键少数 就有许多学者预测 赖清德的总统之路 势必会充满挑战 因为除了外部干扰 内政要面对朝小也大的执政环境 以及如何在延续性的 原住民族政策中具体落实完成 都是赖清德上任后随即要面对的考验 可预期的是 我觉得未来的修法跟立法会 我觉得这三个 三党要协商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刚刚讲的民生议题 也许这种合作会比较容易 可是对于国防 比方说我们要不要均购 我们要不要更多的一些 我们要制造这些潜见 那可能要有更多的资源 或者是器材 这个可能在未来在立法院 会遭受到不一样程度的阻挡 或者是一个挑战 不过朝小野大的执政环境 也有潜力可循 陈衰扁执政时期也是如此 而原基法也在当时的状态中 三读通过 而原住民族权益如何向前进 未来总统的施政方针 就是一大关键 从赖清德提出的原民证件来看 要制定反歧视法 提出族群主流化政策纲领 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 原住民族政见有七大主张 包括原住民身份法修法 尤其是平埔族群身份议题 自治土地 健康 双伪制教育体系 都市原住民居住及体育外交 学者认为赖清德提出的原民证件 以延续蔡英文的政策为主 经历了这八年的完全执政 行政立法完全执政 他们大概也发现 只要会碰触到主流社会的 核心政经利益的政见 那么自治和土地 只要涉及主流族群的 核心政治经济利益 他又会回到传统的 原汉的这个格局 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可能赖总统他已经有心理准备 在原民的议题上面 理想虽然也是要有 可是现实可能 现实的人都障碍摆在那边 那你要怎么样去想办法 去找到一个折衷点 那光是在平埔议题的发展上面 他都已经从某种角度 都已经从所谓的云端 降到所谓的这个现实的条件 他会思考一些问题 整体来讲我认为是说 他的原住民族证券 其实一 丰富性有没有 有 当然非常丰富 涉及到的一些政策面向也很多 有健康 有语言 有文化 有经济发展 健康权等等等等的 通通都有 但是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针对这些政策 还是来进行分类 哪些是真的是 比较容易执行的 哪些是你的前辈没有办法执行的 到你手上你会执行的 有办法吗 就实践的可能性而言 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 也不会有这样的期待 但是像语言文化这样的东西 原住民教育法 语言文化 然后性主群主流化这种东西 它基本上不会碰触到 原汉十字利益的冲突 然后在现在这样子 已经确定 国会没有绝对多数人 那七席的原住民立委 就非常具备有影响力 也从原住民族的观点一起来分 学者认为 民进党历经八年执政 国会过半仍难推动原民社会 在意的重大法案 未来在国会不过半的情况下 推动的困难度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这其中也包含 平埔族群的政民议题 即使赖清德在担任台南市长期间 极力推动希腊亚族政民 但是回到行政的现实面 还是不敢抱以太大期待 但是你执政八年 那让平埔族真正可以取得 原住民身份的地位的 并不是你原民会 透过了什么样的修法 或是政策协商的机制 去改变 平埔族群的身份地位 其实是法院 憲法法 憲法法庭先判定了 然后先确认了平埔族的原住民身份 原民会才被动的 去说我要做这件事情 他延续过去的口号 但是我比较期望看到的是 他未来能有什么样新的实践 或是告诉我们更具体 更核心的概念 他到底想要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从他告诉我们 他要怎么做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如何在看待原住民 如何看待平埔族 我们会比较期待的是说 因为那个是如果说 我们把 赖金德思维是民进党的一个 就是党主席也好 或者是说政策的延续 应该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这种概念的话 那所有蔡英文政府时期 在推动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 像说学校法 或者是说原转会在推动的这些 有很多像土地小组 和解小组 历史小组这些 在推动的工作 应该会有一个 应该要有一个持续性的 持续性的这种发展 我们蛮期待的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这几年来 大家一直提指纹楼梯想 未闻人下来的 所谓的族群歧视的问题的解决 法治化的问题 因为其实赖总统在台南市 讲的任内 有族群主流化的 推动的这个经验 那么希望他上台之后 能够把目前还卡在那边的 不管他的名字叫做平等法 或者歧视法 能够往前跨一步 我将建立开放政府 公开透明 并推动沟通协商 参与合作的政治 团结包容是国家进步 社会和谐唯一的道路 因为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中华民国台湾 是我们共有的认同 对不对 此刻我的心中充满 对于赖清德未来带领的执政团队 在原住民族权益的推动 学者和族人都有很深的期待 而开票之夜的一席谈话 赖清德深刻明白 未来势必要走向合作的政治 但是如何透过沟通 协商 参与到合作 让行政体系与立法殿堂 跨党派有效推动人民在意的法案 考验着赖清德的智慧 谢谢所有台湾的民 谢谢你们的美意料 我们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